目前光是疫情最严峻的双北市只有3万人在居家隔离 接着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居隔跟停课的人数也会持续上升 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就说 很快会来到百万人居隔 居家隔离10天 一般上班族如果能在家工作影响不算大 但包括医护紧销等在家隔离会造成人力缺口 指挥中心日前公布医疗照护工作人力短缺制因应处置建议 被匡列的医护能采筛检代替隔离 接下来也会扩大到其他行业 相关的这些有关于我们陆陆续续还是会对相关的行业 对于他就能够维持他的营运 那相关的都会来做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为 一幕前规定一个同学确诊必须全班停课 如果改每天筛检 阴性再到校上课就能避免停课 专家认为可行 但频率不用这么高 国外的研究是 你如果能够真的是每个学生都是塞了才去上学 那这样的话你是可以降低一半的学校感染 那每天做是不可能的 国外的模式是每个礼拜做一次 其实就会达到效果了 只是不少民众买了防疫保单 内容包括隔离和确诊两种理赔 亲证居家照顾上路后 经管会就开放居家照护期间比照一般住院 隔离几天能勤零几天的住院日额保险金 未来已筛代格上路也会有相关配套吗 他是卡在说是不是被判定为确诊 是不是被判定为一定要去隔离 之前的犯官是因为他还是确诊 没有办法收容那么多人把它移出来 实际上他没有违背确诊这个原则 换言之 只有是没有被隔离 没拿到通知书不能请领保险金 而中央提供一天一千的防疫补偿自然也不能请领 TVB声音师和张允熙台北有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